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陈冠希和秦叔培育有一女后 一家三口经常同框晒幸福 陈冠希俨然一个好老公 好父亲的人设 5月30日深夜 有网友曝光 陈冠希在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一段撩妹聊天截图 陈冠希被网友质疑宠妻人设完卡的心依旧 该网友在2019年6月在公众号上分享一条文章 详细描述她和陈冠希相识的过程 起因是女主认为陈冠希很有意思 又在因此给陈冠希发了一个表情 没想到陈冠希主动回复了 二人便开始了聊天 女主问陈冠希参加活动的地点 陈冠希非常直接问女主 你要来酒店见我吗 女主说 也许有一天我会YP 但完全没想过这个人是陈冠希 女主和陈冠希聊天的过程中 总是想要避开一些比较亲密的话题 陈冠希总是会继续回到那个话题 女主的意图也非常明显 只想和陈冠希保持联系 并不想和她YP 二人还互加了微信 不过陈冠希的微信明显是不怎么用的 之后 二人便经常聊天 总是开一些H枪 陈冠希多次表达想要见面的意思 女主仅仅只是想聊天 保持联系 所以总是若即若离地拒绝 第一次拒绝完陈冠希后 过了大半年 二人又开始了一次聊天 陈冠希来上海做活动 二人还开了视频 陈冠希问女主多少岁 聊完后 陈冠希让女主凌晨四点去找她 女主以太困为由 又一次放了陈冠希的鸽子 陈冠希连连被放了两次鸽子后 二人便再也没了联系 女主形容这是一段 匪夷所思的聊友经历 女主并晒出和陈冠希的聊天截图 从时间上可以看到 是2016年11月到2017年1月期间 而这正是秦淑培怀孕期间 陈冠希女儿是2017年3月出生 同年6月 陈冠希一家人为女儿庆祝百日宴 随后爆料这条帖子的网友 筛出疑似事件中女主的正面照 女主和陈冠希聊了那么久 陈冠希却确实是没有发生 实际意义上的出轨行为 不过不知在那段时间 有多少妹子和事件中女主一样 或许她也只不过是 陈冠希众多聊友当中的一个而已 来看看照片中的女主 穿着毛衣搭配超短裙 带着可爱的发姑 坐在地上喝水 女主确实长相清纯身材傲人 是陈冠希喜欢的类型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年多的时间 陈冠希在女儿出生后 一直都是说好爸爸的人设 就在陈冠希出轨未遂 被放了两次鸽子 仪式曝光后 陈冠希似乎一点不受影响 在因斯又晒出一条动态 并分享一组签名照 看来陈冠希丝毫不受此事的影响 昨天5月30日 陈冠希刚刚在因斯 晒出秦淑培母女的合照 那赖尔乖巧的依偎在妈妈怀里 秦淑培全素颜出镜依旧自信 一家人非常幸福甜蜜的画面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强调的是 陈冠希和那位女主聊天 却是发生在她女儿Alia出生之前 从Alia出生后 陈冠希除了工作就是陪老婆女儿 也没有什么绯闻传出 已经过去4年多的时间 还是给陈老师一个做好老公机会吧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